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九十九亿闪婚》,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375集 周少景震了一下,偷偷瞥她一眼。 最后,慢吞吞地举了一根手指头出来。 机灵猜。 一百万? 周少景一脸苦不堪言的样子。 你不会只剩十万块了吧? 机灵脸色都变了变,心里完全不能接受,也不敢相信。 如果周少景真的只剩下十万块的话,她非一脚把周少景给踹到。 还不等机灵想下去,周少景已经点了点头。 机灵待了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十万块? 离一百八十八万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机灵觉得自己心脏有点受不了,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 周少景连忙站起来扶着她。 灵灵,你怎么了? 你,走开。 机灵怒不可遏地将她一把推开。 周少景,我究竟是哪只眼睛瞎了,要看上你这个穷光大? 现在,机灵想哭的心都有了。 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被周少景那些花言巧语给骗了? 周少景感觉胸口被戳了一下似的,不仅疼,而且还生自尊。 最关键的是,她还不能发火,还要装可怜劝机灵。 灵灵,你就别生气了,实在不行,我就去跟我父母吼个脸。 大不了,就做一次窝囊费,只要你开心就好。 机灵看她这样,想气又气不起来。 对了,这次我哥过年,给你发了多少分红? 周少景就这么十万块钱,那么肯定没有过年哥哥给的分红钱。 周少景又冷了一下,似有为难地说道。 你也知道,我刚去你哥公司没多久,现在还是实习阶段,你对公司很多业务。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我就问你,我该给你多少分红。 就是比平时多发了两倍工资。 周少景的工资也就不到两万块,两倍的话算都算得出来了。 什么?就两倍工资的钱? 机灵满脸写着不可思议。 哥哥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随随便便一个小员工都得拿个几万块年终奖,更何况周少景还是他妹夫呢。 周少景却是很满意地说道。 已经很不错了,加起来也有几万块呢。 其实,内心里正在高兴,话题总算是说到正点上了。 机灵桥他那没出息的样子,呼吸重了重。 人家哪个公司的正式员工,当年底没个几十万上百万的奖金提成乱七八糟的分红? 凭什么哥哥就给你发那么点钱啊?他打发要饭的吗? 周少景紧张地看了看外面,生怕被人听去了。 灵灵,你生意小点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去没多久,有个几万块拿着,人家说已经是很不错了。 言下之意,要不是看在他们这层关系上,他连几万块的分红也拿不到。 不行,我找哥去。 机灵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原本把自己男人找去哥哥公司,就是希望能有个特殊照顾,哥哥能扶持他一把。 即便不给他一个副总的位置,起码也是个经理什么的。 这下倒好了,什么职位都没给,就连奖金,还连个普普通通的小员工都不如。 他倒是要去问问,哥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这又是宋卿城那个小贱人在其中捣的鬼。 灵灵,你冷静一点。 周少景一把将禁灵给抱住。 你要是就这样去找你哥,你哥肯定会认为是我在那面前说了什么。 这样一来,你不就是让我为难吗? 那怎么办?难道要我只问你那十万块钱过日子? 十万块,能撑两个月就不错了。 周少景眼珠子转了转。 要不这样,过年你哥那边新开发了一块地,你跟你哥说说,让他交给我去负责,到时候表现得好一点,你哥肯定能提拔提拔我。 一提到提拔这件事,静灵忽然又想起,上次让哥哥提拔周少景的事。 对了,上次我妈跟我哥说,让他提拔你的事情,怎么说的? 提是提了,不过,提了个有名无事的小主管,根本就接触不到那些赚钱的大项目。 周少景那是一个愁眉苦脸。 可可也真是的,自己家人都不知道好好培养一下。 唉,要怪只能怪我自己,不该跟宋秦城扯上关系。 姬灵溺了他一眼,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我哥是因为你跟宋秦城的关系,所以才故意不用你的。 周少景当然不敢说事,毕竟,自己几斤几两,他还是有数的。 我觉得你哥竟然能做出这么大番事业,肯定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但是反过来想想呢,这男人哪有不听自己老婆的? 我估摸着,八成是那个宋秦城,在你哥们以前说了什么。 周少景知道,纪正廷就是纪灵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在纪灵面前只能夸纪正廷。 事实上,他针对的目标也不是纪正廷,而是宋秦城。 这个宋秦城,简直就是一个害人镜。 纪灵本来对宋秦城就是一千一万个不满。 这会儿听周少景这么一说,自然是深信无疑。 周少景用意达到,便上前来搂着他。 行了,这种事也不是咱们说了算。 我现在在你哥手底下干事,那就得替你哥的。 你也别为我这点事生气。 等我以后有实力了,你哥肯定会器中我的。 到时候,我就可以给你好日子过了。 他不知道要等到好年满月了。 不会太久的,不过呢,现在咱们得去奶奶那边吃东西了,不然该饿着我们的小宝贝了。 等纪灵他们俩到的时候,老太太这边都已经准备开饭了。 你们俩还知道来啊,我还以为你们俩今晚不饿,不打算吃了呢。 刚进屋,老太太就不温不火地给了他们一句,显然是不高兴了。 纪灵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不懂事就算了。 周少景平时不都是彬彬有礼,懂事听话的吗? 怎么这会儿也让长辈们等他们俩最小的晚辈了? 一点规矩都没有。